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学习弟子规第三部分 警 就是谨慎的警 我们做人呢要非常谨慎 谨言 谨慎我们的言语 谨行 谨慎我们的行动 谨食 谨慎我们饮食 也要谨婚 婚姻很重要 然后谨业 选择事业也非常重要 谨学 我们的学习也非常的重要 还有谨心 我们的心态度也非常重要 这一切都需要我们谨慎的 那还有哪些细节需要我们谨慎的呢 我们来看今天的两句话 第一句话 朝起早 夜眠迟 老易至 昔此时 就是我们早上要起得早 那夜眠迟 晚上要睡得迟 可是孩子要早睡早起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到我们的父母 到晚年的时候呢 我们要夜眠迟 我们要照顾父母 要照顾到位 等到父母去睡觉了之后 我们再躺卧安歇 照顾父母要到位 朝起早 过去是父母先知劳之 他们起得早 为我们预备早餐 那父母老了 现在我们要早起 为他们预备早餐 就是照顾父母要到位 父母当然不能够抱着一个 养耳防老为主要的目的 和唯一的目的来生育儿女 但是儿女应该明白 养耳防老 我们应该 他养我们 我们应该照顾他们的晚年 我们有这样的态度 是应该的 所以朝起早夜眠迟 老抑制 惜此时 想想看 父母老抑制 他很可能很快 就要离开世界 所以你一定要珍惜 现在照顾父母的时间 另外也要知道 你也可能很快会牢去 所以你也要珍惜 这个时刻来照顾父母 另外呢 朝起早 对我们也有一个提议 就是我们应该要珍惜时间 因为牢一致 人转一个身呢 人很容易牢去 所以我们要珍惜时间 沉碧罐 尖树口 便尿回 折尽手 沉碧罐 这个罐字呢 你看 中间一个水字 然后两只手 然后下面一个器皿的鸣 从器皿里面 捧水来洗脸 沉碧罐 早上起来先洗把脸 我们整个人就清醒过来 迎接一天的生活 尖树口 树一下口 这个口气很重要 有些人口气很臭 为什么很臭呢 体内有毒素 特别是吃夜宵 这个时候身体 心脏在跳动 呼吸在进行 很多的身体的五脏六腑都在休息了 这个时候你吃了很多的宵夜 结果在肠胃里面就变成了腐烂了 就变成了毒素 积聚在人的体内 所以呢 很多人口气很臭 所以尖树口 因为你一天要和人交流的时候 不要熏到别人 那尖树口呢 你说没有刷牙吗 那古兽没有牙刷呀 所以尖树口 那当然古人 有古人的处理 雅构的方法 所以早晨起来 我们先洗把脸 然后刷个牙 这是很好的习惯 这些好习惯要在家里面养床 便尿回一定要洗手 吃饭前也要洗手 因为我们的手常常会碰到人 我们的手一定要干净 我们的手也很容易脏的 折净手 净手很重要 除此之外呢 我们去变尿的时候呢 我们看看 那个马桶擦干净了没有 让后面的人呢 会一进来 会非常的整洁 方便后面的人 我们的脸棚也要抹干净 我们的毛巾也要凝干 这些都是小细节 可是细节见真章啊 细节才看到一个人的伟大 所以父母不要忽略教育儿女的细节 那为什么细节教育很重要 为什么家庭教育很重要 因为孩子会学我们 孩子长大以后 很容易把家庭的模式代代相传 所以我们到底给儿女留下什么呢 我希望会留下美好的教育 虽然我们不能像过去曾果藩一样 傅雷一样 会写一些家书 很多人打不到这样的水平 但至少我们学过别人的家书 学过别人的经典教育 我们从自己做起 教导孩子 让这些美好的教育代代相传 这也是我们应该做到的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